现在NBA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 当然是杰伦比布朗5年3.04亿美元的超级顶薪 但是不好意思他这份记录只能保持一年 NBA记者Kurt Helen罗列接下来三年会出现的超级合同 2024年夏天 塔图姆和字母哥均有资格签下5年3.34亿美元 2025年夏天 冬契奇和恩彼得均有资格签下5年3.67亿美元 2026年夏天 约基奇有资格签下5年4.04亿美元 同样是超级顶薪合同 为何每年的合同金额都在涨 因为球队工资帽一直在涨 超级顶薪占工资帽的35% 所以同样水涨船高 再说一组数据对比 大家能看出来超级顶薪的变化 1996年 霍尔书签下7年1.05亿美元的合同 成为NBA首个议员先生 2017年 库里签下5年2.01亿的合同 成为NBA首个两亿先生 2023年 杰伦比布朗签下5年3.04亿的合同 成为NBA首个三亿先生 从1亿到2亿用了17年 从2亿到3亿只用了6年 接下来从3亿到4亿 可能只需要3年 NBA太疯狂了 目前NBA转播合同是9年240亿美元 2025年夏天到期 NBA在寻求9年750亿的转播合同 如果联盟签下新合同 各队公司帽将大幅提升 现在的那些大合同 比如普尔的4年1.4亿美元 格兰特的5年1.6亿美元 过几年就稀松平常了 随着球队公司帽继续上涨 原有的合同占比在下降 球员的性价比就会提升 当然 每个时代都有性价比高的球员 也有一价合同 塔图姆 字母哥 东契奇 恩比德和约基奇 都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一切顺利的话 他们都能拿到超级顶心 其中约基奇和字母哥是两连MVP 各拿过一个总冠军 恩比德是一届常规赛MVP 东契奇和塔图姆 还没拿过总冠军和MVP 塔图姆出生于1998年3月3日 现有合同是5年1.63亿美元 2026年夏天到期 2025比26赛季是球员选项 字母哥出生于1994年12月6日 现有合同是5年2.28亿美元 同样是2026年夏天到期 2025比26赛季球员选项 东契奇出生于1999年2月28日 现有合同5年2.07亿美元 2027年夏天到期 2026比27赛季球员选项 恩比德出生于1994年3月16日 现有合同4年1.96亿美元 下赛季开始执行 2027年夏天到期 2026比27赛季球员选项 约基奇出生于1995年2月19日 现有合同是5年2.76亿美元 下赛季开始执行 2028年夏天到期 2027比28赛季球员选项 2027年夏天 如果约老师跳出合同 届时他32岁 能再签一份5年顶薪合同 这两份合同加起来6.8亿美元 有一说一 你觉得这几个球员当中 谁的合同性价比最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